接下来在我们来正式的去做这个集中搜索之前 咱们得先看明白这样一件事 就是我们的一个衡量标准是什么 咱们通常所说的都是这个ROC还有AOC这个东西了 然后呢先来看这个图吧 这个图当中啊就是我们看有些指标叫做TP还有FP 它们什么意思啊 在大家再来解释一遍吧 比如说现在呢我有一系列指标啊 一个叫做一个True Classes 一个叫做我的一个预测值 所以说在这里啊我们现在有一个预测值 和我的一个就是真实值吧 那这里预测值和真实之间 我们有这样一个比例的关系 咱分别给大家来说一下 就是这个什么FP啊还有TP 它都表示什么含义 然后呢咱们来说一下 就是我的一个Accuracy 还有我的一个靠值 分别都是怎么去算的 还有Position 那这里咱们来看吧 比如说现在呢一个FP False Positive 咱们举这个例子啊 False Positive 它是什么意思啊 FP首先来说第一个你怎么样 你预测错了 预测错了把它预测什么什么了 预测错了把它预测成一个Positive 是不是错误的把它判断成了一个Positive 那本身它应该是什么 它应该是一个Negative吧 所以说是这个意思 那TP呢 True Positive 你正确的把它帮成了一个正例 那是不是它本来就是一个正例 你还判断对了 就这样一个意思 那这里呢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指标啊 就是一个精度 精度呢我们可以进行计算 Recurl呢我们也可以进行计算 那这个就是我的一个ROC和AOC当中啊 几个基本的点 大家只要知道啊 就是有这样几个True Positive False Positive 咱们之前简单跟大家说过啊 知道这几个点就可以了 然后呢咱们来看这个ROC这个东西啊 ROC其实看这样一张图就可以了 它关注的是什么啊 它关注的不是精度 也不是Recurl值 精度呢代表着你的一个模型 在整体上来说 对了多少 占了总体的一个比例 Recurl呢表示这样一个概念 你要检索这个东西是什么 并且你检索到这个 在你关注的 你要检索这个里边 你检索到了多少 这是一个Recurl的指标吧 那这里呢 现在啊这两个指标 咱都不看了 我们要更均衡的去衡量一个模型 该怎么办呢 有些模型啊可能就是精度高的时候 Recurl低 Recurl高的时候精度低 这两个是很难进行一个权衡的吧 所以说啊 咱就提出来新的一点 叫做一个ROC的曲线 ROC的曲线 咱们来看 首先我引入了这样一张图 哎 看起来它是一个正方形 在这个正方形当中啊 然后呢 我说有个横轴有个纵轴 咱来看是什么 我的一个横轴 它是一个false抛球锐套 我的一个纵轴呢 它是一个true抛球锐套 那这里啊 咱们来先来想 这样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理想情况下 应该是什么样的啊 咱们来看啊 首先这个横轴是一个false抛球锐套 那怎么样 它是不是做错了呀 那对于一个做错的任务来说 你是不是希望 它最好没做错 才是好的呀 那是不是说我希望 false抛球锐套 它接近0才好呢 是这个感觉吧 那对于我纵轴来说呢 它是true抛球锐套 那你这是做对的 做对的怎么样啊 我让它接近于1才好呢 所以说啊 理想情况下什么 在这里写了 理想情况下 我的一个true抛球锐套 应该接近于1吧 而我的false抛球锐套 应该接近于0吧 这样一点 我这个点应该在哪啊 在这样一个位置 是吧 这是理想情况下 但是呢 这个理想情况下能实现吗 理想情况下 只是我们想一想 但是呢 它是一个永远接近于1的目标 却是达不到的 那这个曲线我们怎么画到的 怎么样画出来这样一个曲线呢 其实啊 你要画这样一个曲线 你要画出来很多个这样的点 一堆这样的点 我才能组成好这样一个曲线吧 那一堆这样的点 我们怎么组成的 在这里啊 它就是给了这样一个指标 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threathold的 有一个预值 当然我们进行一个 分类的时候 我会指定一个预值吧 超过这个预值是什么 低于这个预值又是什么 所以说呢 对一个分类器来说 我每一个预值 我都可以判断出来 当前的true portal rate 还有false portal rate吧 每个预值 我进行一个阶段 我说上面的是一个正例 下面的是一个负例 可以吧 所以说每个预值 我都可以算出来一个tpr 还有fpr这样一个指标 那这里咱们来看吧 比如说 当我的一个预值 选择到一个指标的时候 它如果说 对应的true portal rate 还有false portal rate 都等于0的时候 这对于是一个圆点吧 然后呢 我还可以对应一个指标 然后比如说 我选择一个指标 让它进行指到了一个右上角 这也都可以的吧 右上角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右上角就是说 咱们先不说上角吧 咱们先来给大家就是说一下 就是每一个 就是极端的一个点 它表示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吧 咱这么说 我们考虑啊 就是rc图元当中 它现在不有四个 基本的一个假吗 你看四个 就是极端点 还有这样一个曲线 咱们来看第一个点 第一个点01 第一点01在什么位置啊 在这个位置吧 01啊 意味着什么 false party rate等于0 然后呢 然后我的一个true party 等于1吧 这什么意思啊 这是一个非常完美的分类器 它把所有样本都分对了 对于这样一个点 然后呢 第二点 10在这个位置 这也是个极端点啊 对于这样的一个极端点来说 它什么 false party rate等于1 true party等于0 这什么意思啊 所有点 你都非常巧妙的避开了正确答案 所以说10这个点啊 是非常糟糕的一个分类器 它成功的避开了所有的正确答案 第三个点00 零有这个点 true party rate等于0 false party rate也等于0 这个分类器啊 会干什么啊 这个分类器啊 它就会把所有样本都预测什么啊 咱们现在关注的什么啊 false party rate和true party rate true party rate 关注的都是party rate 那party rate都等于0了 说明什么 我模型每预测出来一个东西 它是一个party rate 模型把所有东西都预测成了一个native 模型会认为所有样本都是一个复利 那这样的分类器好吗 这样的分类器很差的吧 它把所有样本都当成复利 那太差了 就是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呢 第四个点11 哎呀11点什么意思啊 11这点啊 是不是跟这个00这个点差不多啊 所有的指标都等于1了 把所有样本 没有一个native都预测成了一个正例 那是不是也没什么用啊 所以说啊 咱们现在说了这样几个极端点 咱们对于这个极端点 咱来分别考虑一下吧 对于这个11 假设说你样本是均衡的 11这个条件下 那我们的曲线什么样子 我们的曲线在11这块 那我们来看 取的是我们的一半吧 相当于是 你的一个AOC的值 大概是0.5这个感觉 那取00呢 取11呢 00和这个10啊 咱们刚才说 是不是全预测错了 所以说这一块 你看00这个点 11这个点 它有 它有一个曲线的面积吗 没有一个曲线面积吧 都是0 曲线面积在哪最大啊 在01这个点 01这个点 全预测对了 所以说啊 接下来我们关注的一个指标是什么 我们关注的指标 实际上是这个曲线的面积 曲线的面积 怎么能越大呢 好比说你往它 把这个曲线 往01这块拉 越拉 是不是 我的阴影就越大 越拉 我的一个曲线面积就越大呀 我们说这个ROC 它是一个曲线 AOC 就是曲线下方的一个面积 因为呢 对于我触抛体 还有法治抛体论来说 它的指标 都是从0到1之间的 那这个曲线 它的一个面积 最大是多少啊 最大就是1嘛 所以我们就认为 AOC啊 最大等于1 意味着最牛逼的一种情况 最小呢 等于0 意味着最差的一种情况 在这里啊 就给大家解释了一下 什么叫做一个ROC曲线 以及呢 我的一个AOC指标是什么意思 那这里呢 比如说考虑一个指标吧 考虑ROC曲线上 Y等于X 这样一个 就是这样一条线 这样的线上的一个点 线上的一个点 什么意思啊 线上这些点啊 它就是表示 你是随便去猜了 猜呢 就是50% 50%嘛 你看这就是去猜 所以说中间这条曲线 表示着 你现在这个模型在猜 高于这条线 咱这个模型效果 就会稍微的好 那么一点 这样一个意思 然后呢 咱们来看吧 这个就是我的AOC 刚才说了 曲线下方的一个面积 它是不会大于1的 哪一个模型啊 它的效果比猜还烂 那就这个东西 不太可能是吧 基本上都是在这个 这条曲线它的上方的 基本上没见过在下方的 实际的一个模型 所以说啊 咱们这个AOC 大部分曲纸啊 咱们说是在0到1之间 其实呢 大部分都是在0.5到1之间的 AOC的一个值 是我评判的一个标准 ROC曲线 并不能清晰的告诉我们 什么样的模型好 但是AOC这个值 客观上就告诉我了 一个具体的值 对于具体的值 我就是在想了 这个值它要最大 那不就是最好的吗 我只需要让这个AOC这个值 曲线的一个面积 能够越大越好 所以说呢 接下来我们的评估标准是什么 我们的评估标准是 AOC这个具体的值 我希望值越大 代表着模型效果是越好的 这个呢 就先给大家说了一下 一会儿呢 我们要做的所有的事情 都是用这两个值 来进行一个评估的 这些什么触泡的 这个东西啊 大家指令过 都说过了吧之前 这些啊 咱们就不想一句说了 大家一定要知道 这些指标都是什么样的含义 以及呢 我们这个图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意思 在不同的 虽然后的不同预值下 可以得到各种各样的指标吧 把这些指标联合在一起 我就画出来这样一个图 画出来这样一个图之后呢 在这个图当中啊 我就选 什么样的AOC值越大 来去进行一个模型的评估 这就可以了